凯特王妃最近可是突如其来地火了一把 别误会 这可不是说她真的突了 而是说她面对癌症脱发 做出了一个超级勇敢的决定 拒绝戴假发 西班牙国家报的一则报道 引起了广泛关注 揭示了凯特王妃 在面对癌症脱发这一严峻挑战时 所展现出的坚韧与无畏 上周 当这则消息被公开时 全世界都为之动容 凯特王妃 这位优雅而坚强的女性 在得知自己罹患癌症后 并没有选择逃避或掩盖 而是勇敢地面对脱发这一副作用 她拒绝佩戴假发 选择了以最真实 最自然的状态出现在公众面前 这一举动 不仅展现了她的勇气和自信 更向世人传递了坚强与乐观的力量 事情源于2024年3月22日 凯特王妃发布了一段视频 透露自己身患癌症 并正在接受化疗 在视频中 她表示自己 在接受手术后 发现患有一种不明类型的癌症 她请求公众 在她接受治疗期间 给予她时间 空间和隐私 并表示自己 正在专注于那些 能帮助她痊愈的事情 每天都会变得更强壮 癌症 这个令人闻风丧胆的词汇 在凯特王妃的字典里 却显得如此平静 她没有因为病痛的折磨 而失去对生活的热爱 更没有因为脱发的困扰 而失去自己的风采 相反 她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世人 即使面临生命的威胁 也要保持一颗勇敢的心 用积极的态度 去面对生活的挑战 头发对于女生来说 可是跟命一样重要的东西 但凯特王妃就是这么有个性 她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头发掉了就掉了 重要的是 自己的心态要强大 凯特王妃的坚韧 并非一蹴而就 她从小就展现出了 非凡的毅力和勇气 她热爱运动 喜欢挑战自我 这种精神也体现在 她面对癌症时的态度上 她没有被病魔打倒 反而用自己的坚强和乐观 感染了身边的人 她的丈夫威廉王子 孩子们以及广大的民众 都为她感到骄傲和自豪 在凯特王妃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一个女性 在面对困境时 所展现出的强大力量 她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都要保持一颗勇敢的心 用积极的态度 去面对生活的挑战 同时 她也让民众意识到 外在的形象 并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 内心的强大和自信 凯特王妃的拒绝佩戴假发 不仅仅是对自己真实面目的接受 更是对自我价值的肯定 她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美 这种美来自于内心的坚强和自信 无论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困境 都要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里 我们需要像凯特王妃一样勇敢 坚强 乐观的人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有信心 有勇气 有毅力 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 迎接美好的未来 凯特王妃的这个决定 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真正的美 不是靠外表来衡量的 而是内心的强大和自信 就像她一样 即使没有了头发 她依然是我们心中的王妃 另一边的梅根和哈里 最近可谓是过得风生水起 两人一起出席了多种场合 迎来了一大批好感 他们在温哥华 主持了2024年不可征服运动会 对哈里王子来说 这是非常私人的活动 他在2014年 创建了这个国际残奥会风格的活动 旨在利用体育的力量 来激励和支持受伤或生病的军事人员 和退伍军人的康复 还出席了纽约的一场心理健康活动 不仅如此 还参加了一场冰球比赛 梅根在上个月参加了女性力量 Power of Women晚会 这个活动 梅根在红毯上摆姿势 并表示她和丈夫哈里 有很多令人兴奋的事情要做 2024年5月 他们开始了对尼日利亚的访问 梅根和哈里 在尼日利亚的活动中 展示了他们的风采 梅根穿着引人注目的服装 并与哈里一起观看了表演 梅根和哈里通过参与这些活动 不仅获得了公众的关注和支持 也推动了慈善事业的发展 虽然梅根和哈里 已经不再是英国王室的核心成员 但他们的活动 仍然与王室紧密相关 通过参与这些活动 他们不仅能改变了自己的形象 也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公众对他们的看法 无论是参与不可征服运动会 冰球比赛 还是其他公开活动 梅根和哈里的出现 总能引起媒体的广泛报道 和公众的极大关注 这种关注度 不仅提升了他们的个人知名度 也进一步增强了 他们作为公众人物的影响力 人红是非多 有些人又眼红了 近期 一则消息引起了广泛关注 卡米拉王后 似乎正联合小报媒体 准备对哈里王子和梅根王妃的出访行为 展开一轮猛烈的舆论攻击 以此转移公众对王室内部 某些敏感话题的注意力 哈里王子和梅根王妃 这对曾经风光无限的王室夫妇 如今已踏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他们选择了离开王室的庇护 去追求自己心中的理想生活 即使他们已不再是王室的核心成员 但那份与生俱来的贵族血统和曾经的尊贵身份 依然使他们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在这场即将到来的舆论风暴中 卡米拉王后的角色尤为引人瞩目 作为现任王后的她 一直以其优雅的举止和从容的态度赢得了公众的尊重 这一次她却选择了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 试图通过媒体的力量对哈里夫妇进行抹黑 这一举动不禁让人猜测 其中是否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王室纠葛 而哈里王子和梅根王妃 面对这样的舆论攻击 显然不会坐视不理 他们曾在多次公开场合 表达过对王室生活的不满 和对自由生活的渴望 如今面对来自王室的压力 他们或许会更加坚定地 维护自己的立场和尊严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场舆论暗战中 哈里夫妇的两个孩子也未能幸免 虽然他们并未获得殿下的封号 但作为王室血脉的延续 他们依然拥有着公主和王子的头衔 这样的身份背景 无疑会让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 面临更多的挑战和考验 说实话 哈里与梅根的婚姻 似乎从一开始就磕磕绊绊 就注定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婚礼前 他们就陷入了问题的泥潭 世代王冠的事情 引发了与女王助手的冲突 甚至被女王殉斥 而与凯特发生口角的传闻 也进一步激化了媒体 对他们关系的质疑 婚后 两人的问题并没有终结 相反 更多的困难接踵而至 2020年初 他们宣布退出王室 不久之后就搬到了美国 此外 他们通过各种媒体平台 对王室进行攻击 引发了一系列争议 许多王室圈内人士 对他们的婚姻持怀疑态度 甚至有人预言 这段婚姻将以泪水收场 值得注意的是 哈里似乎情感上非常依赖梅根 这一系列事件和问题的发展 使得人们对他们的婚姻前景 产生了更多的疑虑 据已故女王的前新闻秘书 Dicky Arbiter的说法 如果戴安娜王妃还活着 哈里和梅根的关系 以及结婚的情况将会截然不同 他强调戴安娜的判断力和实际性 认为这些因素 可能会对哈里的选择产生深远影响 根据Arbiter的观点 如果戴安娜仍然在世 哈里可能会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 并继续在英国支持国王的工作 如果戴安娜还活着 是否会有类似的相遇和追求 是否会有一段不同的爱情故事展开 此外 Arbiter的论述 也呼应了人们对于戴安娜生前影响力的思念 即便如今戴安娜已故 但她在英国王室和民众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依然无法被取代 一切都是大是大非的假设 但这种设想也使人不禁思考 历史的轨迹 是否会随着这种微小的变数而全然改变 近年来 哈里王子频繁倾诉 自母亲离世以来的心理健康问题 引起了广泛关注 她勇敢地敞开心扉 在多次公开场合中 坦言自己的内心挣扎和困惑 然而 奥普拉专访 却对她与家人关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据宫廷文件 《温莎王朝内部真相与动荡》 作者Tina Brown称 这次专访对哈里王子与家人建立任何关系 都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这一事件再次凸显了哈里王子心理健康问题的严重性 以及她与家庭之间的紧张关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